我们始终不伴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文化时间不长第一次来参加会议 来表达了他自己 既持我的老乡也是当年六四的参与者 同时他问为什么不走民国建国 民国复国民国建国的道路 我想今天我们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呢 我首先要告诉你 今天我讲的话题和你讲的话题是两个话题 也就是你谈的是复国的话题建国的话题 我谈的是什么是摧毁的话题 因为在中共没有摧毁的情况下 谈建国一点意义没有 因为中国未来建什么样的国 用什么方式建国 我觉得那就是说仁者见仁不见智的问题 你讲的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无数次 包括辛豪年老师跟我也多次谈过 我们怎么样民国复国 怎么民国建国 我周围的和我两人志同道合的 有很多人他们都是民国派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六四里面有一个 二十一个被通缉的这个学生叫风崇德 风崇德跟我的交信非常好 崇德我们俩经常在去交流 崇德就是标标正的民国建国派 第二个网上做节目的 这个做视频的也影响力很大的 叫网名叫大师兄 因为最近很多人都知道大师兄 他出了一些帖子来顶我 我跟大师兄交情是非常好 我们之间完全有共同的思想理念 有共同的三观 他也是民国派 也就是他们都是民国派 那你说我建民是不是民国派 我告诉你啊 我出称在南京 我是在中山林 就是一天到晚到那去逛的 可以讲民国的很多历史掌握 我如数家争 我的外公是民国的老知识分子 我建民今天的这个演讲才能说 我从小我外公训练出来 这个我老外公因为是民国的老知识分子 文革时候是被发配到扫厕所的 因为扫厕所规定他只能晚上扫 白天不能影响啊 大家要上厕所啊 白天不能上 所以他白天是在家的 他在家干什么 他年龄已经大了 他就密封着眼 拿着个拐档坐在那 然后靠在那 叫我在他面前背试 我的这个朗读 我的演讲 我的背试 是跟我老外公训练有极大的关系 我背试我老外公对我是有严格要求的 比方简单的讲白居易的诗 叫日出江花红圣火 春来江水立如蓝 能不移江南 如果你这样背 我老外公拐档就打上来 他要背的就是 日出江花红圣火 春来江水立如蓝 能不移江南 他是要求我这样背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个要一样论错要英律要所有里面的这个文字都要体现出这个诗的美 这就是民国老知识分子他们的那个操作 而我对民国的那个情节是非常重的 所谓美灵宫啊 什么河湘荧幕啊 瞪眼达幕啊 看那个戴笠的幕啊 我不知道去过多少次 那灵宫塔什么东西 我可以这样讲 我对民国是有深深民国情节的 但是是不是我建民今天就号召大家 我们就民国建国 这是一句空话 往哪建国啊 那共产党统治的国在哪呢 轮到你去建吗 先把共产党这个邪恶制度铲除了 我们再谈建国 就是在它存在的情况下 随你什么国都能不能去建 只有把共产党这个制度消灭了 我们再谈建国 至于建国的模式有很多种 比方说中国很多专家们提出中国不能搞民主 中国人不适合于民主 我们中国应该搞新加坡模式 像李光耀这样啊 采取威权模式来进行中国的这个统治 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他不要民主啊 他们是要鞭子抽筋民主的话 他们就是奴才 而奴才什么 奴才就是你叫他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千万不要给他权利 你给他权利他不知道怎么用 他反而搞坏了 所以他们这种什么 他们这些人就要上规矩 所以这种理论在中国很多人认成的 他们觉得中国应该走威权政治 李光耀当年就这么做的 只是新加坡地方比较小 人比较少 而但是李光耀的成功在哪里 李光耀是剑桥大学毕业的 李光耀在整个新加坡治理的时候 李光耀首先采取就是废除汉语 因为李光耀认为汉文化是最乌醋的文化 要引进全盘西化 所以李光耀就定语定位英语为新加坡的国语 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新加坡人你要信基督教 至于你保持中国的汉语 至于你保持你曾经的佛教 保持你中国人一点信仰 他不干涉你 他并没有就说你只许信那个 你不许信这个 这就是民主的加持 而共产党不是 共产党跟你讲只能信共产党 你信别的都不信啊 在中国你看每年到基督教的时候 到我们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他们都是打倒洋节 不准过洋节 去充尔扎里面肯德基 中国这些红卫兵这些大妈们 他们荷尔蒙没地方散发 所以说在 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模式 我刚才讲的一种新加坡的威权模式 还有美国县城的样板模式 就是美国的三权分离和县城民主 那么台湾有现在县城的台湾民主模式 以及当年中华民国的四期宪法之后 已经奠定了中国的五权分离 美国是三权分离中国是五权分离 对吧 中国有考试院的 这个中国有监察院有考试院 比美国这个复杂得多 这个我就不具体去讨论了 就是说 在中国未来建立民主国家的模式有很多 不管你怎么建 都是什么 都是往民主大道上走 再也不会走上专制道路 但是前提 先把现在这个国家摧毁了 先把共产党拉下台了 先把共产党它现在这个一党专制 把它消灭了 我们才能谈怎么建国的问题 好不好 我就回答到这 本地 最新 海外华人直播 用心做好自媒体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支持我们 就请在视频右下方 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 英纪十家赞助播出 定餐电话510-465-1888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